《激光矯視》 近年興起《激光矯視》 完成了《激光矯視》 如果將來出現白內障的話 又有什麼注意事項呢? 今天很開心請到眼科專科 湯文傑醫生跟我們說說 湯醫生 你好 CB 你好 首先想問一下醫生 其實激光有什麼用途? 有沒有如何治療不同的眼疾? 好 我們先說眼球結構 讓大家容易明白 眼球有不同的部位 開始表面有角膜 接著有晶體 如果晶體有疾病就會有白內障形成 之後有玻璃體結構 最後是視網膜 視網膜有黃斑點或神經線 每一個眼睛的疾病 影響了都會有疾病的問題發生 主要激光的用途 我們可以例如說 那個視網膜穿了孔 我們可以透過激光去修補角膜 又或者是說 急性青光眼 我們擔心會有眼睛高的問題 我們就會在這個啡色的紅膜 打一個小孔 讓它可以有前方的水流動比較暢通 從而減得急性青光的風險 再者我們可能可以說 做完霸脹手術有一個叫後裏增生 我們也可以通過激光 可以打穿後裏 病人的視力就會得以康復 所以激光的用途其實都很廣泛 在眼貨裏面 我知道除了眼疾之外 其實近年都很多人做這個矯視的手術 其實那個原理是怎樣的呢 首先說回我們說為什麼要做激光矯視 因為我們幾個問題可能發生 第一就是可能去深近視 深近視就是眼球拉長了 我們的光線就會投射在視網目的之前 但如果是軟視的病 相反地它的眼球就會比較短些 所以光線就會去了視網目的後面 而散光就有點像一個纜球 它的弧度不一 所以光線就不可以集中在一點點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激光矯視 技術就可以將它們不需要再戴眼鏡 例如在近視的病人 我們就會磨平這個角膜 讓光線可以投射在視網目上 如果是軟視的病人 打到它的角膜比較弧度加深之後 它的光線就可以在後面 回到前面的角膜 最後眼光也是一樣 我們希望將光線可以集中一點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激光矯視的技術 就可以將它們不需要再戴眼鏡 因為有些病人 例如他們可能都是不喜歡戴眼鏡 他們就會用隱形眼鏡這個方法 但始終隱形眼鏡長年累月的佩戴 是有機會令到它們有其他不同的眼疾 例如有機會它被焗傷的角膜 甚至乎有感染的情況 大部份病人亦都有肝癌問題出現 所以有這班病人 其實它都需要一個手術去幫助他們 其實有沒有說 矯視是否真的人人都可以做 有沒有說做完之後 其實有些風險會出來了 是的 當然所有手術 一定有些人可以做 有些人不能做 其實哪一類病人不能做 例如本身的病人 可能它的角膜曾經試過受過感染 例如拋親病毒感染 因為角膜可能起了一些結核 又或者身體上有一些疾病 例如有些免疫系統疾病 我們怕角膜會慢慢變薄變穿 另外我們要看看角膜的厚度足不足夠 因為不同的病人有些不同的情況 例如它的度數 可能要處理很大的度數 例如它有1,000到近時 300度散光 我們都要磨平角膜 都要確保角膜 究竟是否夠厚去做到手術 我們不可以不斷地磨 因為我們最擔心就是磨穿它 最後就是有些疾病 我們叫做追形角膜 因為追形角膜本身 也是角膜隨著年紀會變薄了 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就不可以做激光矯視 其實有沒有說 做完之後 有什麼副作用或者風險會出來了 首先我們說回激光矯視的手術 其實激光矯視的手術 都是10分鐘的時間 我們最新手術的名稱叫Smile 通過一個小的傷口 3mm的傷口 在角膜上面 接著打了劫光之後 從而取出我們應取出的度數出來 其實風險來說 我們在說幾件事 第一就是 在說度數的準成度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的 大部分病人 其實百姓的病人 都會去到50度或以內的度數 95%其實都會去到100度以內的度數 第二個情況就是 病人有沒有肝癌症的問題 有些部分的病人 隨著做激光矯視 始終因為他在角膜那裡 做了一點點切口 他會切斷了一點點角膜的神經線 當然他自己會生長 但是有些病人生長得 即是沒有那麼理想的話 可能有輕微的肝癌問題 大部分病人通過滴藥水 其實都幫得到他了 最後就是說嚴重罕有風險 做完手術之後變穿變薄 就有機會失明 但這個情況基本上是極乎其美的 因為我們都會通過檢測去確定 那個病人真的適合做手術 我們才會去跟他處理的 所以其實那個手術大致上都是很安全的 其實我做完矯視之後 可能到十幾二十年之後 到差不多中六年的時候 開始出現白內障的問題 但是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處理白內障 有沒有跟一般沒有做手術的人有不同 其實首先講回 如果我首先都講過 白內障其實就是精體混濁了 但是因為我們要放人工精體 我們要做一些量度 量度的話 其實我們講角膜的弧度 還有我們要量度眼球的長度 當然眼球長度不會隨著做了激光矯視又改變 但是我們做激光矯視 因為首先都講過會打磨了眼角膜 所以這個弧度是會因而改變的 所以其中一件事我們擔心 就是擔心量度的準程度 因為我們要透過檢測的準程度 我們放在一個準程度高的人工精體上去 我們看東西才會清楚的 第一步 第二件事其實很多病人都會來找眼科醫生 就是說他之前未做手術之前有五六七百度近視 做完激光矯視當然是可以去到一個很好的度數 但是去到後期可能他近視又加深 他就不知道什麼原因 有機會可能有兩個可能性 要不就是他真的有些反彈的問題出現 那個度數 因為那些舊的技術可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也有機會有些深近視的病人 其實他近視加深是因為白內障的形成 所以病人往往不會通過一個正常的渠道 會知道的 他可以就是通過 就是可能找視光師 查一下究竟那個度數 配足了眼鏡的度數 是不是真的看得清楚 但是很大部分病人都真的去找視光師 其實配完之後發現可能過多一兩年 近視有繼續加深 這樣發現就不妥了 那視光師就可能會轉介給我們眼科醫生 當然眼科醫生除了做一般的檢測之外 我們都可以透過一些精密的儀器 可以查一下究竟那個白內障的程度 去到哪裏從而去決定 究竟是不是那個白內障的問題 那其實有沒有說白內障的形成 都可能和我們做了激光手術有關 那本身我們在講的一個題目 就是激光矯視 激光矯視其實我們做的話 我們都是在眼角膜那裏做的 所以基本上激光矯視 和白內障的形成是絕對沒有關係的 但是因為做得激光矯視那班病人 通常他們可能都本身都是深近視的病人 那深近視的病人就是有這個風險 講的是白內障的風險 青光眼的風險 和斑病的風險 其實都比一般病人高出於2至4倍 那有沒有說 就是剛剛你提過有人工晶體 其實在選擇人工晶體上 有沒有一些位置特別可能要注意 是的 我想在選擇人工晶體之前 以前我們首先要先講過 我們希望有病人 未做激光矯視之前的檢查報告 例如他有沒有他之前的倒數 又或者是角膜的弧度 那如果有了這些數據的話 我們量度那個人工晶體的準成度 就會加強了 那第二來說 首先都提及一點點 就是作為激光矯視 有部分病人都會有機會 有肝癌的問題出現 那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會透過檢測 例如看一個濾水的多與少 又或者是濾水的分佈的情況 亦都有些檢測的儀器 可以檢測到究竟乾眼的程度 或者是種類 從而得到合適的治療 那最後就是講白內障手術 就是一個微創的手術 那是一個小的傷口 開一個小的傷口 那接著就放一個超升乳化的儀器下去 震碎了白內障 之後就植入一個人工晶體 而人工晶體的選擇 那麼人工晶體選擇大致就分為四大類 其實就有單焦人工晶體 高階單焦人工晶體 廣視人工晶體 和多焦人工晶體 其實每個人工晶體都有它的特性 譬如單焦人工晶體 或者高階單焦人工晶體 對於看遠夜 或者遠中距離 就比較有理想 相反地 如果多焦人工晶體 其實它的用處 就希望好像一個漸進眼鏡 透過光線的屈光 希望可以近中遠三個距離 都可以看到 不過它就有機會 開頭有少許圓光 所以如果病人 晚上如果有駕車的話 就可能沒那麼理想 而港市人工晶體 就在講 景深拉長了 透過加一點近視給一個病人 我們俗稱單眼視覺 即是一隻眼做足度數 一隻眼留少許近視 希望有一個全方位的視力 所以我們在做手術之前 除了首先講的檢查之外 我們還要問病人本身 他的生活習慣 例如他多不多閱讀 他有沒有駕車的習慣 他會不會經常要做很多運動 又或者他介不介意戴眼鏡 這些情況下 都會決定到 我們在最後選擇 什麼人工晶體的病人 當然我們都要檢查一下眼睛 例如角膜 尤其是做激光叫視之後 有沒有一些叫不規則的散光 令到我們不可以選擇一些特別高階的人工晶體 例如多支人工晶體 所以都有很多轉移的事項 那完成了手術 白瀾症手術之後 其實有沒有說 應該怎樣護理去保養眼睛 首先呢 剛剛做完手術之後 我們第一天基本上會包沙布 所以不用處理傷口 不用太擔心 第二天我們就拆沙布 姑娘幫我們拆 醫生就要看傷口 醫生就要看傷口 究竟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滲漏 或者眼睛高 這些問題 之後呢 我們通常都跟病人說 可能護理那方面 要小心 頭幾天 例如洗頭 就盡量額後洗 如果真的要清理眼睛 就用水 或者用蒸餾水去洗眼睛 用很多眼膠的話 最重要就是定時滴眼藥水 第一個星期就盡量 不要污下身 搬重夜 因為怕人工晶體異為 最後 如果病人可能在覆診期間 發現看東西有蒙了 或者眼痛 這些情況下 或者視力下降了 我們擔心有些傷口感染 或者是 視網膜脫落 這些叫做罕有 但嚴重的疾病 如果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就要盡快回去 或者打電話給自己的眼科醫生 去瞭解情況 或者回來評估一下 究竟有沒有問題出現 除了短期護理 長遠來說 有沒有小提示 做完白內障手術的朋友 對 我想首先就是短期的問題 正如我們也要一個定期的檢測 因為我們的眼球除了白內障之外 其實剛才也說過 有機會是視網目的情況 例如病人 可能有糖尿病 或者黃斑病 這些問題 因為都是老人病 我們也要透過定期的檢測 去檢測 去檢測 究竟有沒有眼睛的問題 例如黃斑病 例子 我們就要看一些格子子 究竟有沒有直線變短線 當然不會說 每個病人都家裡有格子子 其實可以在洗手間 到街磚 其實都是正方形 所以他們就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去自我檢測 最重要是逐一隻眼睛檢測 因為始終有時候病人不知道 通常都是兩隻眼睛看 其實一隻眼睛有事 反而他病人都不知道 所以就定期去自我檢測 多些吃生果蔬菜 綠色 顏色鮮艷繽紛的水果 可以吃藍莓素 也可以保護到黃斑點 所以就定期檢測 最後就是定期檢測 矯視手術 就不是將我們眼疾的風險降低 所以做完手術的朋友 都要定期去檢測 那麼麻煩湯醫生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小鈴仔